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把我们讲的这个撒该的最后一部分 我们做两个部分来总结 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十九章 我们一样把一到十节念 下午我们就不念了 十九章的一到十节 我们来谈第三部分 十九章的一到十节 新约圣经的一百一十页 一起来读 十九章一到十节 一百一十页 好 预备开始 耶稣进了耶利哥 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叫撒该 做税吏长 是个财主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就跑到前头 爬上桑树 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对他说 撒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 都私下议论说 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撒该站着 对主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耶稣说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这一段故事里面最重要是 救恩临到这个家庭 那我们之前已经对上半段 做了很详细的介绍 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从第五节 这边谈到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对撒该说 撒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那我们这边来谈到几个观念 这个看是很有趣的一个字眼 但是也很值得我们去做思考 世上的人眼睛常常看的是什么 看的就是你有没有钱 你有没有资格做我的朋友 那世上的人常常眼睛看的是什么 你要让我看得顺眼 如果你有很强烈的 很好的 很有背景亮丽的身份 那你可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也可以加入我们这一群人 那这样的观念 不只是在公司在职场 在我们的人际关系 甚至连在我们的亲戚当中 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讲说 某某人就算亲戚的 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会不会也是有 这个就是人生的现实面 那我们看到了耶稣的看 跟我们人的看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谈到了主耶稣 他的一个伟大是什么 降生 耶稣的伟大就是降生 那耶稣从天上的高度 降到人间的高度 请问有多远 来我问大家 从天上的高度 降到我们这个 人家说凡尘的高度 有多远的距离 有人可以给答案吗 没有办法比较 因为神的国 如果神的国显给我们看 那就近在眼前 但是如果神把他眼盖起来 那个距离是无限的遥远 那我们想想看 主耶稣竟然有这么大的恩典 能够从天上荣耀的宝座 他离开的他的宝座 宝座是什么 是身份尊贵的象征 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要离开他尊荣的宝座 其实谈何容易 但是他却愿意为了他所爱的人 降生来到世上 所以从天到地 这是有多大的距离 这可不是只有在地球的大气层 或者是可能在 这个130亿光年 135亿光年的宇宙的尽头 那么样的距离 这个可以说是无限的距离 所以这个样的一个表态是什么 降悲跟灵爱 灵爱就是神爱临到我们 这个爱怎么临到我们 是因为他降悲 爱才来到世上 所以但是神在天上的宝座 养这个俯视下面的人 垂听他们的祷告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爱 人眼目如果长在这个头顶上 你叫他要看比他低下的人 比他背下的人 这贪图容易 所以你看现在的上流人士 在某些国家 或者是某些现代文明都市的 某些上层的上流的人士 他可能对我们这样的平凡人 可能是不屑于看的 因为我们可能连他们家都进不去 进到他的保全都不行 打个电话我要来找你 你是谁 我又不认识你 你是什么身份 还有资格跟我聊天 可能我们第一时间 我们就被拒绝了 那有谁的尊贵像耶稣 没有 但是这位尊贵的神 今天却愿意让我们来这边敬拜他 却愿意让我们能够跪下来 能够向他祷告 然后他愿意垂听我们的呼求 所以绝数降生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奥秘 我们看这个阿摩斯书的三章七节 神国的距离 神国的事情 如果没有神的启示 是不能明白的 我们看一下阿摩斯书的三章七节 这里怎么说呢 三章七节 一起来读 阿摩斯书的三章第七节 你要把刚刚那个十九章先夹起来 一起来读 一备开始 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 众先知就一五所行 神如果不起是人 我们怎么知道创世纪的事情 神如果不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知道 地本来是空虚混沌 约面黑暗的 那怎么说 神说有这个就有那个 神说有那个就有这个 然后呢 神甚至借着他的启示告诉我们 造了伊甸园 把人安置在里面 人跟神的互动 完全都是借由神 第一个来世上显明 让我们看到 第二个借着他的双手带领我们 第三个就是借着他的启示 让我们在世上 我们能够知道有关神跟人的一切 这个是今天神启示给我们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 他其实不一定相信神 因为有一些人是无神论的 你要跟他讲耶稣 你要跟他讲天使 你要跟他讲魔鬼 谁理你啊 这么文明的世界 科技这么进步 你看现在最近的那个冬季的奥运 那个最近不是有一个YouTube的影片 那个很多选手在选手村里面去吃 去餐厅吃 那个餐厅是无人餐厅 有看过吗 有看过吗 有对不对 什么是无人餐厅 没有厨师的 你坐在位置上 你只要去刷一下 他感应到 然后你要吃什么 比如说这个排骨饭 或比如说你要吃什么 还有什么 鸡肉饭 或者是要吃什么 什么好吃的东西 你只要透过那个扫描一扫 你够了之后 你扫描之后 他那个机器人的餐厅 那个厨师都是全部是用机器的 他就去做烧烤的动作 有机械手背 然后把他弄好 调到办公中 然后经过那个 那个那个无人 无人那个路径 跑到你位置 再把东西掉下来 有看到吗 这最近人贴给我的 我觉得很稀集很有趣 原来人的科技 可以做到这个程度了 但是这又如何 我们人活在世上 其实就算经历再高科技 再大的AI 其实我们人 不会因为这些东西 我们心中就有很大的喜乐 真正的喜乐是有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我们看到了 即使人类科技文明这么进步 但是人的科技没有办法去看到神 人的科技没有办法去看到天国 这是需要神的启示 我们才能够明白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 真一书教会的讲台 我们比如说内力教会 我们的职会 能够安排这么多讲道的人 他们天生有什么特殊才能没有 他们有圣灵 他们对圣经有读经 他们有人生 从神来的 持神爱所 牵引当中所得到的感受 可以在台上分享给我们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神启示 我们没有办法跟你讲这本圣经 因为这本圣经很多人第一次拿来看 看都没有 奇怪 我又不是没读书 甚至还有些读了很高的书 但是看来圣经都看不懂 为什么 这需要神的启示 所以神的爱从空临到世上 这个是神的启示 我们再看约翰义书的四章九到十节 约翰义书的四章九到十节 神的降生就是爱 约翰义书四章九到十节 所以你可以看到 撒该有这么大的福气 一个罪人能够蒙恩 是因为神的爱临到世界 我们看一下约翰义书的四章九到十节 一起来读 约翰义书四章九到十节 一辈也开始 神猜他独生子到世间来 使我们借着他得生 神爱我们的心 在此就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猜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忌 这就是爱了 那上半段一个重点 就是神猜他独生子到世间来 早上我们在照罪班就有分享 这个独生子 那我觉得这个独生子是很有趣的 什么是独生子 只有一个 没有别人 这个独生子在耶稣的 在天父的怀里面 表示是神最爱的 神把他最爱的 唯一的一个孩子降生来到世上 然后为我们做了舍命 成为赎罪祭 然后死在十字架上 承担了我们的罪责 然后我们得到这个救恩 这个就是神独一无二的爱 没有人可以取代的 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取代的 所以耶稣从天上的高度 降到人间的高度 这有多大的距离 但是耶稣为我们都克服了 这才是不简单 那我们看到的 当耶稣走到这个 要在他行走的路径里面 撒该为了看耶稣爬到这个树上 那耶稣也可以不看撒该 他就这样走过去 因为有太多人需要关心 我干嘛看一个撒该 我们今天信耶稣是偶然的吗 不是呢 是因为耶稣看我们 看到我们的心灵 看到我们的苦情 看到我们人生的苦境 然后看到我们活在罪里面 没有盼望 看到我们有一颗心 有一颗心 然后希望人生能够寻求到一个盼望 也因为这样耶稣看到了我们 把我们的需要满足了 这个就是耶稣的眼睛 所以当这个撒该爬到树上 他从来可能 他只是要看耶稣 但是他从来没有期望说 耶稣会抬头看他 毕竟耶稣的身边 有这么多需要的人 我算什么 为什么耶稣要看我 那今天如果以我们信耶稣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耶稣今天要看你 为什么当你祷告的时候 主耶稣就要特别注意你 难道你有多了不起吗 没有 是因为父亲对孩子的爱 所以有时候我们孩子 有时候在叛逆不乖的时候 别人都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但是为什么父母亲的眼睛 还用慈爱的眼神盯住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就算不怎么乖 还是我的最爱不是吗 再怎么样别人嫌我的孩子 我做爸爸猫 这是我亲生的就是我最宝贝 没有人可以取代我对这个孩子的爱 所以耶稣会看撒该 那是一种父亲对孩子的一种眼神 我们今天世人 如果我们的灵魂 我们这个人跟神 如果没有任何关系 那耶稣不看我们也罢 那因为不是 我们是神所造的人 我们曾经 我说曾经 我们曾经跟天上的神 耶稣之间 我们曾经是父子的关系 那主耶稣不舍我们 很不舍 他希望我们重新得到他的爱 他希望我们重新恢复 建议他跟他之间 最深刻的所灵的情谊 孩子跟父亲的情谊 这就是爱 所以没有办法解释 所以在这边小弟做一个注解 这边说 现在耶稣在地上 仍愿意抬头往上看啥该 那不管耶稣的眼睛 是往上看往下看 主耶稣的爱 都促使他随时愿意调整 他的焦点 因为不管是谁 任何灵魂在神的眼中 都是珍贵无比的 所以以信徒来讲 迷失的信徒 你要不要他回来 要 因为这是用耶稣的命换他的 转弱的同龄 以前很恶心 现在不回来 你要不要为他祷告 你要不要去催他回来 当然要 因为曾经是耶稣注目的对象 只是他暂时软弱 但是他还没有失去做孩子的身份 当然你要挽回他 那目道者当然也是一样 虽然他现在跟神之间好像仇敌 因为罪跟神的生命隔绝 但是神还是愿意定睛在他身上 只要他愿意回头 所以我们早上在照节班分享 我们有谈到神的是什么 神的爱只需要人的谦卑 神的爱只需要人的谦卑 谦卑的人就能够摸到神 现在有人太多 太多的人是高傲的 看不起人也看不起神 所以什么耶稣 他不过是一个平凡人 只是品德比较好而已 有什么稀奇 很多人对耶稣品头论主 但是从来不会给耶稣好脸色 也不会给他认为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但是耶稣对我们来说 就像保罗讲的 耶稣是自保 什么是自保 当我摸到了耶稣 我感受到耶稣 他是无价 无价的宝 没有任何价值可以去取代他的 所以每一个灵魂在神的眼中看 都是珍贵无比 所以只要需要耶稣的人 耶稣都愿意定睛在他身上 那耶稣调整焦点 定睛在人身上 我把它解释成对焦 好像你看那个手机 现在手机不是很快吗 你只要对到谁 现在手机他很厉害 你一对到的话 马上那个焦点就算好了 所以我们人 我们人生的焦点应该放在哪里 跟耶稣一样 当我们透过耶稣的眼睛 看这个世界 你会看到很多需要你关心的人 如果你的眼睛 不是透过耶稣的眼睛看世界 你只会看到自己的需要 你只会看到你自己的需求 你只会重视你自己自我的生活 你不会去管别人的 这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就不一样了 我们有圣灵 我们有属灵的眼睛 我们是常常透过耶稣的感情 去看世界 透过耶稣的怜悯 跟慈爱去看这个世界 看那些需要我们去管回的人 这就是基督徒 这就是基督徒 那耶稣的眼睛 如果从圣经里面来看 他都在看什么 比如说 我就举几个圣经的实例 但是可能你可以不用翻 在马可福音的三章一到五节 谈一个事实 就是主耶稣 在这个安息日进入会谈 当时有一个人的手枯干了 那众人就在窥探耶稣 好啊 安息日 我看耶稣你要做什么 结果他们想要窥探耶稣 安息日要不要治病 因为在犹太人的观点里面 安息日是什么都不能做的 哪怕这个人生病了 调到经理那一定会有事 所以这个时候众人在窥探耶稣 然后看安息日 你有没有动作 你有动作 我们就告你 违背安息日的律法 意思是要控告耶稣 结果当耶稣在安息日 进到犹太人会堂 看到那个一只手枯干的人 就讲了说 你起来 站在当中 然后就问众人说 安息日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 他们都不讲话 因为没有人对耶稣的怜悯 有兴趣 你看这个世界何等的可悲 没有人对耶稣的怜悯 有兴趣 这些人只要看耶稣 你是不是该死的 你犯了哪些致命的错误 我就要你的命 所以他们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 心机很逮 太心了 所以耶稣也问他们 你们知道我 你们也知道我的动作 那我问你们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 你们觉得哪一样可以 行善当然可以 救命害命 救命当然害命不行 救命本来这是善事 所以这些众人都不作声 耶稣很生气 生气的是什么 人失去了怜悯的心 人因为嫉妒 凶杀 还有仇视的心 他们已经掩盖了自己的 怜悯的心肠 他们也默示了耶稣基督 这个救主对人的一个 招救性 所以他们不作声 耶稣也想到也很生气 你们就这么冷漠吗 我来到世上 把爱到 带到世上来 你们今天就这么冷漠吗 对那些需要的人 难道你们都没有看到 他们的需求吗 所以呢 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 然后呢 忧愁他们的心刚硬 就对那个人说 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敷衍了 那耶稣看到什么 看到安息日 需要释放重担的人 那我们再来看 马可福音的二章五节 那这个马可福音 二章五节是谈到 四个人抬摊子 然后把拆了屋顶 把这个摊子 醉到这个耶稣的面前 那到第五节的时候 主耶稣看到 那四个人爱摊子的心 看到这个摊子 愿意配合他们的需要 然后呢 来寻求耶稣这样的觉知 那这个圣经里面 这样记载 主耶稣看到了 心里被感动 然后就说 小子你的罪色 一个人能够蒙恩 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信心 信心帮助我们 突破万难 信心可以让我们 忽略其他不价值的事情 信心可以让我们 看到最宝贵的 而且我们以此珍惜 我们不计待价 要得到它 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觉得耶稣 是最珍贵的 你不会忽略安息日聚会 我们如果今天觉得 耶稣是 真的是没有可取代的 从我认识耶稣 我的人的心 我的人生的道路整个改变的 世上的钱 没有办法跟安息日相比 没有办法 跟我今天安息日 进到主的面前 享受安息 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价值 来做比较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如果你不会把耶稣 看作是最宝贵的 你不会有这种信心 想要亲近神 那第三个呢 耶稣看到什么 在马可福音的二章 十四节跟十五节 记载主耶稣经过 看到在税吏 税关上面 因为当时有一个税吏 在收税 看到这个亚勒菲的儿子 立位坐在这个税杆上面 他就对他说 来你跟从我来 这句话很有意义 主耶稣也没有讲什么 也没有说明什么 然后只看到税吏 说你跟从我来 很多事情 很多人的价值 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他甚至是不必须要开口 你从他的气氛 从他的给我们的感觉 从他的态度 从他的眼神 从他的步伐 从身边的人 跟他的互动 你知道这个人是有价值的 所以这个税吏 这个立位可能这辈子 也没有想过说 耶稣会来到他身边 然后他还在忙 这边圣经说什么 坐在税关上还在上班 然后耶稣就过来 就告诉他 你跟从我来 几个字 这是中文英文 当然也不一样 那你跟从我来 那个立位就这么乖乖地跟从他 天底下怎么有这种事情 奇妙啊 所以真的神拣选人 真的也是要人谦卑 那这个税吏 或许也听过耶稣的事情 我们无从得知 以后我们回到天教 我们再问税吏立位 说那刚时耶稣在呼召你的时候 才讲几个字 你就跟从他 那时候你的脑袋瓜是怎么想的 你怎么这么轻易容易就跟随他 所以说有一种爱 是感受的人就会恨不得被他吸引 所以你看那个在雅各 雅各里面有没有 那谈到夫妻之间的爱有没有 这个 这个 另一半看到另一半被他爱吸引 跟他走入内室 那个就是爱的吸引力 所以当然夫妻要有爱 你要经营 家庭有爱 夫妻才能够相爱 那今天耶稣他经营的是什么 经营我们跟他之间的情感 所以他对我们有莫大的吸引力 所以 税吏 这个立位还在收税 这个是可以赚钱的事业 但是耶稣经过说 你跟从我来 立位就乖乖跟他 甚至跟从了耶稣 立位邀请他在家里作息 有很多的税吏跟罪人 同耶稣一起作息 这是什么样的感动 耶稣慈爱的感动 子耶稣叫我跟着他 我何等的荣幸 我今天本来我是罪人 我是税吏也不讨人喜欢 但是今天耶稣只叫了说 你跟从我来 那表示说我可以放弃过去的 我可以放弃过去的不堪 我可以放弃 因为做税吏被人家讨厌的无奈 我每天只好面对现实 没有亲情 没有友情等等 但是耶稣转变了我的人生 从此之后 我过着不一样的脚步 我踏的脚步 以前的脚步是没有意义 但是我跟从了耶稣 我今天的每一步每一脚印 都有神的爱 都是有价值的 所以立位看到耶稣 都会呼召他说 你来跟从我 他受感动 彼得在杀王捕鱼的时候 那时候捕不到 那耶稣叫他把船 靠到那个湖边 结果一杀 哇那个好多好多的鱼 那彼得看到神的大能 就马上跪在耶稣面前 俯伏在耶稣面前说 主啊你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这个是什么样的互动 是一个人看到神的大能 自觉的不配 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 看到神的大爱 我们的感觉又是如何 所以立位因为被神呼召 有幸成为神家的一份子 能够跟着救主行 所以呢立位想说 哇这好康的事情 我怎么能够不把这个福音告诉别人 所以他去邀了那些罪利 邀了那些被看作罪人 没有人 很多人不屑跟他们在一起的人 就跟着立位 然后在立位的家 接待 我接待罪人 因为我们这些罪人 我们需要耶稣 耶稣也求你照顾他们 也求你带领他们 改变转变他们的人生 所以耶稣看到了立位 不是看到立位一天收多少钱 而是要让他放弃过去 来做最有价值的事情 那耶稣今天眼睛期待你跟我 那他期待你做什么 回去老路吗 以前赚大钱 信了耶稣 热心个十分钟 还继续回去赚钱 以前追求名誉 名利跟成就 现在信了耶稣 好了我什么都有了 我还再回去追求 我的世上的成就 耶稣眼睛看你是希望你这样吗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那再来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马可福音的六章 四十六节到五十一节 在马可福音的六章 四十六到五十一节 谈到耶稣有一天 他到山上去祷告 到了晚上 当这个船 在这个海上在行走的时候 那耶稣他当时独自在岸上 那看到这个门徒 在那边摇啊摇啊 哇他怎么都走不动 那个风浪很大 那结果啊 主耶稣叫我们先走 但是问题是我们到现在 我们还走没有几步啊 还对不了对岸 那门徒也没有想到说 耶稣要怎么过去 没有啊 耶稣也不用他们烦恼 但是当耶稣看到了门徒啊 这个阴风不顺 瑶汝胜苦的时候 那时候是三经半夜的 他就从海面走过去 到门徒那边 那这一段 这一段四季里面 我们看到了 耶稣看到了什么 门徒的需要 耶稣不会只看到 目道者 或者是世人 罪人的需要 在我们信耶稣 我们的人生 走的路径上面 你即使有瓶颈 主耶稣看到你需要 他不会犹豫的 他就到你身边来 到你身边来帮助你 那再来是马可福音的十章 十三到十六节 这里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 要耶稣摸他们 门徒当时就责备那些人 耶稣看见就很恼怒 对门徒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里面的人 就是这样的人 我是在告诉你们 凡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 然后你就不能进去 断不能进去 就把孩子抱起来 给他们按手 为他们祝福 那这里的眼神 耶稣又看到了什么 看到那些需要耶稣人 即使他是婴孩 他是小孩子 他都不应该有阻挡 所以耶稣来到门徒的面前 排除阻挡 恼怒门徒 恼怒门徒不是门徒 这是心狠歹不适 而是门徒的一时的无知 这个来见耶稣人 不能只是大人 需要耶稣人 也不会只有老人 也不会只有中间 也不会只有社青 也不会只有大专 我们的baby要不要耶稣 当然要 所以聚会不是只有我们的事 聚会是全家拜神的事 每一个人即使抱在手上的婴孩 他的健康 他的灵性的健壮 都需要耶稣 你要把孩子抱来教会 你要把小朋友带来教会 不要因为他的科业 不要因为他人生 其他的重担 就断了他跟耶稣之间的关系 不能断 因为他们都需要耶稣 然后还有一个 马可福音的六章三十四节 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 也谈到耶稣出来 见到有很多人就怜悯他们 那为什么怜悯他们 因为后面说明说 因为他们如同养没有牧人 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 主耶稣 他知道孤单的滋味 所以他对那些世上孤单 没有人照料的人 他很愿意挺身而出 去照顾他们的需求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 正义书教会 我们今天关心的是什么样的人 没有人帮助的 孤苦无依的 像就业圣经常常说 孤儿寡妇 穷人都要照顾他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伸手帮助他 这个就是神想要care的对象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样 我们不是只有 今天不是只有碰到 我们认识熟识的人 我们今天才跟他招呼 或者是问候 我们今天不是只有 跟我们熟识的人 我们才对他好 跟他续航问暖 有很亲密的关系 那些如羊没有牧人的 那些牧道者 你要不要关心 那些如羊没有牧人的 这些比较软弱的信徒 你要不要去关怀 当然要 如果是耶稣 马上一马当先 跑去关心他的 那你身为基督徒 你今天不第一时间 去关心他吗 我们要做反省 所以这个是 再来看一下 马可福音的九章 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耶稣又看到什么 这边闪到 耶稣看到众人都跑上来 就斥责污鬼 然后就说 你这荣雅的鬼 我愤怒你从他里面出来 再也不要进去 那个鬼就喊叫 死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 就出来 孩子好像死了一般 这个以致众人说 他死了啦 结果耶稣不理会他们 拉着他的手扶他 他就起来了 那这里谈到耶稣的眼睛是什么 看到世人没有办法解决的 一些不平安的事 主耶稣把这个戏弄人 捉弄人 苦害人的恶鬼 猖狂的恶鬼 把他赶出去 在这里我们看到 主耶稣的眼睛 看到了需要解决的 棘手的问题 众人束手无策的 但是对耶稣来讲 这就是释放他的机会 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应该要有耶稣的眼睛 去看那些需要 有些人走投污入 他解决不了 这是你的同事 明明他就 大家等着看好戏 等他被修理 可能他平常也不怎么有人缘 或者是大家都不太喜欢他 结果你看到了 你要不要向耶稣去解决他的困难 你明明有点子 你明明有想法 你明明有一些好的做法 我来帮助你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我们的耶稣都是爱人 你有这个困难 我来帮你 看看能不能帮你解决问题 希望你有这个机会 也来认识耶稣 那我这样帮你 希望以后 你也可以去帮助需要的人 改变他的人际关系 改变他跟同事之间的一种价值 然后改变他的一种 从冷淡当中冷漠 错误的一个做法当中 修正他的观念 让他成为更好的人 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 我们应该有的 我们有很多事要做 不是只有来主会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你看耶稣的眼睛 看到多少的人 看到多少的人 那 再来看马可福音 十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 在这里耶稣的眼睛看到什么 我觉得很有趣 从耶稣抬头看傻该 其实我们从神经里面 我们就可以去揣摩耶稣 在看什么 那他为什么而看 那这里马可福音的十一章 的十二节跟十三节是记载说 主耶稣从伯瓦大尼出来 当时耶稣肚子饿了 那肚子饿就早吃的 那吃也不能随便吃 吃都要吃有价值的 有养分的 身体健康的 当然最好最先就是 一定要先找到食物 那耶稣肚子饿的时候 远远看到有一棵乌花果树 然后呢 这个乌花果树都有了 也有叶子的 但是呢靠近一看 没半行 不过只有叶子 那因为不是收乌花果的时候 其实这个当然这样讲 应该还不是收果子的时候 不过主耶稣借这个 借这件事情来凸显出 一个意义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这段圣经 看到的这个五花果不结果 就主耶稣咒诅这个五花果树 他就死翘翘了 那其实这段意思 我们所要强调的重点是什么 不是他到底会不会结果 而是不结果是没有价值的 是没有价值 那这个对我们今天一个信耶稣的人 主耶稣借着这个事情 凸显了什么事情 我们要做一个能够结果子 造就人的一个基督徒 那你要怎么造就人 你要随时说造就人的 好不好去造就人 你要去靠近那些 需要你安慰鼓舞 鼓励的人 去帮助他们 让他们恢复他们的信心 恢复 使灰心的人 不会绝望丧胆 让他们能够重新得到力量 有勇气 再去面对明天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 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可以做的 所以彼此相爱 不是只有字眼上这么简单 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们再看耶利米苏的三章二十二节 在这里我们就来看一下 神的眼睛在看什么 耶稣的眼睛到底在看什么 耶利米苏的三章二十二节 耶利米苏的三章二十二节 我们也可以一道来读二十三节 二二跟二三 一起来读 一备开始 你们这背道的儿女 回来吧 我要医治你们背道的病 看啊我们来到你这里 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仰望从小三或从大三的宣揚中得到帮助 真是枉然的 以色列得救 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 第一节是谈到背道 选民背道照理说啊 是应该放弃 但是今天我们做父母亲的 你孩子不管你会放弃他吗 不会 神更不会如此做 第二段呢 仰望小三大三 小三大三能够成为你的帮助吗 可以啊你可以爬到圣母峰说我已经登顶了 我是全天下 现在我也不晓得到底登那个圣母峰大概总共几个人 可能别人做不到 你看我多有成就我可以这样 那登顶又有什么意义 证明我们比别人有更高的耐心意志力 跟面对挑战的决心 但是除此之外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可能只是人的一个掌声 可能只是在人生的你的邻居朋友的记录当中 你这个人是真的很超凡 你有那种我们做不到可以去登圣母峰 但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圣母峰会救你吗 不会 当你遇到人生 当你失业被人家辞职的时候 或当我们生的重病 宣布是癌症的时候 圣母峰能够帮你吗 不能 所以仰望小三跟大三 那都不好了 我们今天的成就就算越过一座山 看起来比山更高的成就 那也没有用啊 所以说真是枉然 以色列的得救在什么地方 在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 所以能够改变我们的处境 能够给我们不同的人生 能够给我们更高的价值 只有神 祂是我们的救主 也是我们的避难所 所以其实这段圣经是神借着耶利米 告诉世人 他愿意罪人回头跟悔改 所以你看到这个撒该 他在树上 耶稣可以不看他了 那为什么耶稣不看他不行 我们刚刚就举的这些圣经的例子 让你来告诉我们大家 主耶稣绝对会看他 因为他就是愿意看我们这些人 特别来到世上 这就是耶稣的眼目 充满慈爱跟慈神 跟这种很慈怜的心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了神的心 那我们一定也知道说 神的爱者来到世上 也会具有神同等的特质 那我们看到耶稣 他抬头看这个撒该 我们常常也会想说 到底谁能够吸引耶稣的注意 让他助主 然后甚至抬头一看我们 那其实当然这个不困难 耶稣的教典就是他的爱 当他的爱 当他眼睛看到哪里 他的爱跟灵敏 就会到哪里 然后带来我们满足的喜乐 我们看一下诗篇147篇 一到三节 看一下诗篇147篇 一到三节 好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147篇一到三节 预备开始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因歌颂我们的神 为善为美 赞美的话是可以的 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 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 他医好伤心的人 裹好他们的伤处 今天神的殿 就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当然以色列现在还没有归耶稣 所以他们也有耶路撒冷 但是今天神的殿 是在于我们这些遵守 敬拜 然后接受他的宝血 归他名的人 那这边说我们要赞美神 我们要歌颂我们的神 他自善自美的心 跟作为 而且我们赞美的话 对他来讲是绝对合适的 为什么 因为神造了圣殿 然后集中我们能够来他的殿前 不管你带着伤心 不管你受伤 或者是你因为某些方面的 没有办法满足 你来到耶稣面前 来到神的殿 神的眼睛在注视这个殿 神的爱也会领导你 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到了三个点 第一个建造耶路撒冷 让我们能够在敬拜神的地方 高举主名 敬拜神 那第二个神聚集 曾经被赶散的 让他们私迷再回来 然后回到哪里 回到他安稳的怀抱 所以拉撒路 他曾经在世上受尽的痛苦 有些人痛苦会让人迷失 但是拉撒路 他从来没有迷失 因为他被神的爱牵引 直到他离开世上 回到亚伯罕的怀抱里面 所以医好伤心 果其伤 这也是指着人在若然当中 不用担心 神会医治 不管他面对的是内心的创伤 或者是外在的伤痕 以律都有耶稣 包括医治他们 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了 这个主耶稣 撒盖 吸引了耶稣的注目 吸引了耶稣的定睛 在他身上 撒盖很有福气 对圣经怎么说 我们看马太福音的五章三节 什么样的人能够得到耶稣的眼目的注意 主耶稣曾经这样讲 我们看一下 马太福音五章三节 这里怎么说 一起来读 一备 开始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虚心跟哀痛 这边告诉我们 这个虚心 其实他英文 他这边是用spirit poor in spirit 表示我们心灵自认为是贫穷 我们其实在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蒙恩 所以神要人的态度是什么 清空自己 然后自认为卑微 清空自己 认为自己一无所有 然后愿意从神那边 得到属灵的赐福 这就是我们的福气 有时候祷告 如果你觉得什么都有 你跟神 祷告神还会给你吗 你不是自己觉得有了吗 祷告也不过只是 你的一个习惯 你也从来没有告诉我 你真正的需要 或者是你的需要 不一定合乎我的旨意 有时候 我们没有得到神的回应 是因为我们祷告 只不过是机械性的回应 或者我们祷告 常来不是神 愿意把最好的那一部分 给我们的那种祷告 这个怎么说 我们有时候祷告 要合神的心意 因为很多事情 神觉得这样东西 对我们更有造就 但是我们偏偏求的 不是这些 如果今天你求 说主啊 我希望我更能够明白圣经 主啊 我希望我做教员 我今天教孩子 求你开导我的心 让我讲的话 能够讲生命之道 耶稣不给你吗 主啊 我希望我今天在内利家 我做事奉 我希望我做的事奉 是为了要荣耀你的名 我希望透过我的事奉 让来的一种弟兄姐妹 因为我的事奉 然后他们满心欢喜 心中窍耀 然后缺耀 然后你心里面 心灵得到 得到了一种安慰 主啊 你愿意给我这种恩赐吗 能够鼓舞人的恩赐吗 能够感动人的恩赐吗 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虚心 跟神求 甚至我们祷告说 主啊 这个人生的路好苦啊 我很想回天上的家 主啊 我不羡慕世上 人家中了乐透 人家中了什么 这都不是我看中了 我看中是你 我看中你是我的珍宝 我看中是你 给我那个荣耀无比 击中无比的荣耀 就是天上的基业 我看中的是 那给我们基业的那位造物主 只有你的价值是无可取代的 求你帮助我 让我时时刻刻因你而感恩 神不给你吗 我们是不是在过年之后 我们要不要改变我们的心态 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所以虚心的有福 最后我谈几点 这个虚心 其实你那个spirit的话 如果你去查考他的单字意识 他第一个是指着精神跟心灵 第二个指的是情绪跟心境 第三个指的是勇气 志气跟意志力 活力 第四个是指着心态跟态度 第五个是本质精髓 基本精神 第六个是指着灵魂 我们却不把他综合起来 虚心的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什么 是他们的 那什么样的心态 会让我们觉得贫穷无助 我分享几点 第一个心灵缺乏 第二个情绪恶劣 第三个心境绝望 第四个毫无勇气 第四第五个自信全无 第六个活力不足 第七个心态有够差 第八个本质 先天本质不好 第九个灵魂贫困 这样的人愿意虚心 来到耶稣的面前 主耶稣就给他们 所以这些人们都可以来找耶稣 耶稣必把那个完全没有缺陷的爱 完美 没有瑕疵 没有玷污的爱 还有永恒 永远的平安喜乐的安慰 这样的国度会赐给这样的人 所以撒开需要什么 撒开了人生的心境里面 心灵有没有缺乏 情绪有没有不好 心境有没有绝望 有没有失去了勇气 然后再来有没有志气 以色带来有没有活力 他的心态好不好 本质好不好 他的灵魂是不是贫穷 撒开最清楚 所以主耶稣看到了这样的人 他的虚心 他的爱就进到他的内心里面去 所以我们要跟神祷告 祈求灵恩 你必须是虚心的人 你不是虚心的人 你怎么祷告 都是不会有什么效 这也告诉我们敬拜神的态度 你什么都有 主耶稣就会觉得说 那我不需要给你 因为你什么都有 你也自认为不缺乏 但是当我们觉得 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们什么都不会 我们什么都不懂 我们真的需要 我每一步每一脚印 我都需要耶稣帮助 主耶稣就带你直到回天家 这就是我们的神 所以从耶稣看撒该 抬头看撒该 我们看到了 耶稣看到人最深层的那一份动机 满足了他们 这个就是在今天上午 我们所要谈到的一个观点 我们来唱诗 27首